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股票年 下半年如何呢 我们今天就来谈谈下半年 下半年常常有人问我会怎么样的一年 我认为如果上帝许可 我们是盼望步步升高的下半年 下半年希望走势会比上半年 更加的有盼望步步升高 我们来看看第一张图 上半年三大热潮 AI潮 前潮 还有降息潮 因而成了三大动力 推高了特别是AI的chip AI的chip 推高支撑了 S&P 500 还有NASDAQ DAO 当然比较差一点 因而你可以看得到 上半年最好的股票的performance 都是跟 AI chip 有关 无论是NVIDIA ARM 或者是 Micro 的 Strategy 或者是 Micron 还有台积电 处处都是跟 AI 的chip 有关 主要的原因 AI潮是撑住上半年股票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道 所以在今年的下半年 AI潮一样是非常大的动力 记得吗 P 等于 MV 股票的 Price 等于 M 乘上 V M 就是个股公告盈余的质量 M 加上 V Velocity AI 的速度 如果这家公司 AI 的速度 不断地扩大 盈余不断扩大 会增加这家公司股票的 往上跑的力道 所以下半年 你还是要注意这三个潮 AI潮 前潮 因为美金一样不强 第三 降息潮 无论是7月 9月 你都必须迎接美国联储局 过去四年的第一次降息潮 所以下半年 还是以 AI 为主角 五台三 跟三剑客 记得吗 五台三 拿五台三 第三 那就是远距新的零售 Amazon 还有宅购物新的金融 Apple 当 Apple iPhone 16 9月份发表之后 会更加的明显 力道会更加的确定 第三 当然是 Nvidia 的制造 高端晶片 无论是3奈米 或者是5奈米 NVIDIA 的GPA 非常地有力道 持续独领 风骚 第三个 AMD 第四个 Microsoft 的 Open AI 另外 这五台三 构成整个 AI 动力的主要五大支柱 背后的三剑客 第一个 Arm software 之前的框架 software 就是 Arm 第二个 AI 的 Suppliers 那就是 Avago Brockham 第三个 制造的 Fabulous 晶圆厂 台积电 这三剑客 支撑的五台三 还是成为 今年下半年 整个 AI 风骚的主要主角 第二个 除了 AI 潮 当然就是前潮 这张图是美金的独强 跟 S&P 500 的 股票运动图的对照图 你可以看得到 美金在 2012 年持续独强 当时 S&P 500 就往上冲 第二个 2016 年 你如果记得 2016 年是英国脱欧 美金独强 股票 就到高点 S&P 这一波还是一样 2013 14 年是美金独强 因而股票就推高到历史的高点 美金独强代表的是 全球的前潮回流到美国来 美国来 无论是投入 equity 股票市场 或者是债券市场 处处都证明 美金独强 前潮回到美国来 on top of the 前潮回流到美国来 我想讲的就是这一张 slide Sign Line的现金更加的多 有 6 trillion dollars 6兆美元 哇 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6兆美元的现金放在Sign Line 这个Sign Line的钱是新的动力 但是它现在没有在股票市场 也没有在债券市场 这6兆的现金全球放在美国 而且放在旁边等候机会 确定什么 第一个 降息 确定什么 三大战场 无论是恶务战争 伊哈战争 伊伊 Potential 战争 都止息 现金 新的权源 就贯注到股票市场跟债券市场 所以太多的现金 如同太多的活水一样 随时股票一有变动 一有确定就贯注市场 所以解释上半年 为什么buying deep 一点就有人支撑上去 下半年也是如此 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 除了AI潮 前潮 前潮特别是Sign Line的现金 第三个 降息场 上半年联储局一直不降息 是一个危险的风险 但是下半年应该要降息 如果上帝许可的话 因为三个问题市场一直在问 从上半年问到下半年 我自己比较prefer 你如果去翻我上半年的任何一集 我都有机会一定讲 我比较prefer 7月份或9月份降息 会让下半年的力道更加的强 所以三个问题 何时降息有可能7月有可能9月 第二个 降息几码应该从两码起跳 此话整讲 十年的债券4.3到4.5% 现在的通胀3% 中间差1.5% 这个gap太大 照以往我的经验 这1.5%应该把它缩小 不然利息倒挂并不很好 所以应该把它缩小 所以应该要降两码以上 第三 经济有可能衰退吗 有可能衰退就是一个降息的信号 所以特别我要讲的 就等候降息的大选的下半年 降息可能上帝许可的话应该要降 特别是今年的大选年 这张图是美国股票120年的统计图 美国大选年 这一年大选年 通常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大选年的上半年通常会比较平 但是大选年的下半年 七月份开始到九月份 股票都是开始大涨的 会涨起来 涨到明年 大选年的第一年 大选年后的第一年 因为新的总统要有所表现 所以通常大选年的下半年就是现在了 所以我为什么特别的强调 下半年会比上半年还好 另一个重大的原因出的降息 还有就是大选年 如果一切都非常正常的话 今年的大选年的下半年 再加上降息 股票的运动的力道 应该会很强 这个强度 非常有盼望的 能够突破 outbreak 所有过去一年的 高低了 那你如果今天是第一次听的话 你要去翻我的前几个月前的高低了 我们从去年的六月份到今年的第二季 我们都在区间交易 主要是三低 第一个通胀并不高 GDP很低 失业率也不高 所以这三低构成了整个高低了 很难得的高低了 区间交易不上不下的 一个很好吹顶的环境 所以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到今年为止 我们是outbreak 所以刚刚才冒出头 所以这个冒出头的动力 有可能在下半年 持续的outbreak 有股票的动力 所以特别是下半年 盼望降息的大选年 持续的outbreak go deluxe 这点的信号非常的重要 而且你也听过很多了 市场很多经济的 信号都并不是太好 越来越放缓 但股票一直推高 屡创新高 因为这张图跟我们讲 先股票后经济 股票会跑在经济数据前面的 九个月到一年 所以股票已经屡创新高 九个月后到一年后 明年第二季 经济会慢慢的好 所以股票跑在经济前面 三季到四季 所以先股票市场 股票会屡创新高 经济会慢慢的跟上来 上半年开始是这样的动力股票的市场 下半年持续的动力股票的市场 先股票跑在前面 三季到一年 然后Data经济的数据 一样坏到高潮 从坏到高潮谷底 慢慢的到三季后 才会好起来 所以明年你从第二季 开始听到的经济的消息 会慢慢的好起来 非常非常的明显 这个你必须放在心上 你听到的很多经济的数据 越来越不好 经济越来越放缓 经济开始进入软着路 开始进入衰退 It's ok 不要被吓到 股票屡创新高 好吗 最后一章slide 我提醒一下 提醒一下 我们下半年 我虽然讲 会比上半年的动力好 但是还是有意外的 灰犀牛 黑天鹅 那就是第一个 何时降起 降起吗 可能不降了 都有可能的 只有上帝知道 第二个 地缘政治 我刚才讲的三场战争 突然爆发 扩大了 股票当然会重跌 第三个 美国大选 11月5号 出乎所有市场的意外之外 这些都有可能发生 三大意外 三大波动的路障 会让市场非常messy 所以当我讲到 上帝许可 下半年会比上半年好 good to better 但是这三件事情 有可能发生之后 我讲的都不会发生 所以你必须把三大路障 放在你的心里 所以你必须有这样的strategy 下半年的strategy 三个避免 你要坚持长期投资 三个避免 避免timing 避免churning 避免leverage 杠杠借钱太多 因为利息还是太高 利息很高 所以避免短期操作 借钱太多 margin太多 而且要坚持3D投资 分散风险 diversification 第二个 买的股票要大型种股票 有股息的 有dividend stock 第三个 要discipline 不断的 如果调整了 勇敢 长期布局 所以 虽然我讲 good to better 下半年盼望 步步升高的股市 你要谨慎 而小心 乐观 长期的布局 当然 上帝许可 这一切事情 就会发生 但是 还是有可能 会有路长 要小心谨慎 上半场 我就讲到这里 希望 对今年 下半年 盼望 步步升高的股市 对你有帮助 我是Howard Chan 陈少豪 好老师 欢迎回到我们下半场 2024年的下半年 是一个盼望 步步升高的下半年 还是三大热潮 AI潮 前潮 还有降息潮 再加上 这是另外一个bonus 今年是大选年 大选年 照统计来算 大选年的下半年 股票的动力 一般来讲 会比较好 但是 你还是要有中长期的 非常谨慎小心的 投资买卖的strategy 因为有可能有路障 所以 你必须小心谨慎 但是 乐观 审慎的 中长期投资 我来回答你 第一个问题 下半年降息 对股市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整个市场 都cheap in了 会有影响 确定的 影响 动力 会更加多一点 特别是对科技股 因为科技股 对现金 非常sensitive 如果现金 多一点 发展 AI 力道会强一点 所以 当然 有帮助 但是 第一个问题 win 没有人知道 有可能推迟到9月 所以 当你推迟到9月的时候 暑假第三季 一样波动 对吗 第二个 how 如果9月份降息 降两码 当然 整个市场 动力十足 如果降一码 动力OK 对吗 所以 how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但是 如果 今年不降息 那有可能 盈余 会降低多一点 所以 有可能 就会调整 所以 降息 非常的重要 也 会影响 力道 更加的影响 我讲过 side line 六兆美元的现金 六兆美元 可能 延迟 灌注 股票市场 跟债券市场 所以 一样的 会影响 整个投资的前景 好吗 第二个问题 财报季来临 哪些产业 值得关注 财报季来了 每一个产业 都会有影响的 你如果认真的看的话 其实 除了 AI chip 稍微好一点以外 屡创新高 独自的 撑高了整个市场 其实 其他的sector 都好坏参半 因为我们的credit card刷卡 往两兆美元跑 是历史的高点 所以 平民百姓 购买力的动力不足 利息又在高点 房贷 车贷 学贷 太重了 所以你购买 就一而再 再而三 非常的 谨慎 而小心 对吗 所以 你可以看得到 retailer sector 并不很理想 你看看 McDonald Burger King 就知道了 现在说 到McDonald 吃一顿午餐 都要二三十块钱 一个人 所以 就不愿意去消费 所以McDonald 股票就 稍微调整 Burger King 就推出了 五块钱menu 为什么 去吃一个快餐 都是成为富人的 午餐跟晚餐了 一般老百姓吃不起了 所以非常的明显 你当然要降价 五块钱menu 所以股票 在retailer sector 就前置不动 前置不动 第二个 传统的transportation 你看看 航空股 在暑假期间大跌 为什么 盈余不好 明明是旅游旺季啊 应该赚钱呢 没这回事 没这回事 票价开始调整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transportation是 达尔的最基本的动力 第三个 传统的工业industrial 也不好 波音 Caterpillar 都不是很好 对吗 我已经讲了三个sector 我在讲第四个sector banking banking好不好 不好 visa card master card 被当归 所以很多banking 都一样的 并不是很理想 对吗 不是非常的理想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处处都证明 各行各业都在调整 对吗 都在调整 非常的明显 因为当利息增高 technology AI来临的时候 各行各业 在2023年 2024年 都要调整 都要转型 所以其实盈余 都并不是太好 但是也不是太差 所以我们美国的经济 不是太差 比较其他的欧盟跟日本 我们很好 我们很好 再加上美金独强 热钱涌进 所以我们可以撑住 股票市场 所以各行各业 有好 有不好 AI chip 是比较突出的好 technology的股票 当然是好 所以你要买卖 今年布局 要小心谨慎 要挑股票 不要看市场 市场好像创新高 仔细看 并不是每一支股票都很好的 特别很多股票 没有现金的股票都会调整 没有盈余的也会调整 AI转型不好的也要调整 所以你必须买 调好的股票 不要挑市场 这点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个问题 财报来临 各行各业挑好的股票 不要看市场 市场经济的坏消息 会持续出拢 但是股票会屡创新高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市场 而且是outbreak goldilocks 所以虽然很紊乱 我希望能够在下半年 梳理所有的data 让你知道三大热炒 再加上大选年 希望今年下半年 比上半年更好 上帝许可的话 good to better的下半年 最后用一节圣经 能够帮助你 能够有聪明 有智慧 在耶稣基督里面 对神有很大的盼望 你只要信 If you believe 马太福音 第21章22节 你们祷告 无论求什么 只要信 就必得着 在父神 因着耶稣基督 你照着他的心意来求 只要信 一定得着 信什么 信耶稣基督 上帝的儿子 为你的罪而受死 死后三天复活 口认心性 你心中有耶稣基督 有平安 有喜乐 对你的人生 家庭 工作 充满盼望 愿以耶稣基督 在你心中的平安 带领你有智慧的布局 2024年的下半年 Howard Chan 陈少豪 郝老师 财经趋势 我们 下次见 关注财经趋势 请按下下面订阅按钮 你如果要看更多的财经节目 请点击旁边的节目 赞助我们公益的优势电台 请上 UChannelTV.US